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上哪儿就现在上哪儿能找这会过日的勤俭之家的女的呀你说呀 那怎么那领家让你喜不好好学学呗 那差不多吧 那真应该学一下多好啊 我跟你说呀一个女人又会挣钱又会攒钱 完了呢 舍不得给自己花钱 哎 你又多亏呀 这要找个好老公行啊 理解你 心疼你 爱你 宠你 你说你又找个渣男 你这省下的钱你自己花不着 那指不定都花谁谁谁了 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瞅你这损出 你给这扒扒 咱们是给人介绍对象的节目 你怎么 像劝人离胡云市的那样 不用算了 已经离了 不但是能上咱们节目来吗 你好 高鱼是吧 下来等一会儿来啊 手都凉了 没事 走吧 吃在这儿吗 就这个里面 哦 这就是几楼啊 四楼 四楼 相亲主角高斌 1963年出生 57岁 长春世人 离异 企业退休 年收入3万元 我在这屋住 这是我的床 因为我家的房子已经27年了 就是说现在也不装修了 我也毕竟在这儿住长远了 就是 反正屋里收拾干净利索就得了 好干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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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到这屋看看 阿姨 你这身材好好啊 一百零二斤吧 这屋就是空子 平时我一天打扫一次 反正天天过来擦一遍 这不就利贵 反正再说给这衣服装在这里头 这衣服这是你儿子的衣服 这是儿子的衣服 那你的衣服呢 我也没有啥衣服 也总也不买穿的 也没啥衣服 穿的衣服都是外女给我的 我自己不买衣服 几乎从来 我都十年没上商店买个衣服了 就是外女儿 她的衣服把她给我 所有的都是 十年不买一件衣服 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 是想人的青春能有几个十年 高斌说 就因为自己不喜欢穿戴打扮 跟前夫在消费观上 产生了很大分歧 她就想说旅游 全我各地走 我呢 不想去旅游去 就是旅游 觉得还得花钱 还是挺累的 还不如有这个经历呢 我用这出去挣钱上去 我就退休一直就是上班 就去年才开始不上的 你穿着衣服都是外甥女儿的 对 我没有买的 那不都好美吗 那不太喜欢 这厨房我自己做饭吃 这全都蒙着呢 什么都爱蒙着 你看这是电饭锅 就是我早上刚做完饭 对 做完周围的套上 我要两天换一下这手脸兜 高斌绝对是个过日子的一把好手 家里家外收拾的干净利索 而且通过言谈举止也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 可就是这样的她 却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婚姻 实际吧 那时候我也不是说非得想找这个老伴 就是想找老伴了吧 就向你走出来 要那边好像有点走不出来似的 她跟这女儿已经19年了 这两年一直和这女儿在一起 她就不回家来了 原来高斌的前夫婚内出轨长达19年 善良的高斌一次次原谅了她 可就在2019年初 一通电话让这个女人彻底看清了前夫的嘴脸 2月好像是89号吧 接电话 她说我是银行 她欠银行的债务什么的 好几家给我打电话 我也没跟她说 没说我就问她她回来了那天 我就问她 她说对吧 你那个都是那个拉姐姐跟你说的 没有的事我不可能欠钱 我也就相信了 我说我可实在 可单纯了是不是 对 等到第三天我儿子打电话 说她 妈我爸在外面做些啥呀 我说她 我也不知道她做啥呀 电话打到儿子那了 对 我儿子一天接二十多个电话 高斌这才知道前夫跟外边的女人一直有来往 两个人做生意不仅败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还欠下了巨额债务 双重的打击让高斌痛不欲生 在经历了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之后 她终于选择放手 结束了苦苦维系33年的婚姻 为了尽快摆脱过去生活的阴影 高斌决定找个老伴安度晚年 通过收看乡里乡亲的节目 她对65岁的郑安国产生了好感 我就是很想知道阿姨您像中这个郑叔叔哪了 我那天看他出来吧 就是不太爱实话 不是非常张狂的呀 第一 第二就是挺干净的 挺干净厉害的 但是其他的条件我还不是太了解 就凭这两点就觉得挺有好感的 有点好感 就是见面再继续沟通看看 那他的身体情况您了解吧 不太了解 在片子里面也展示出来了 但是他走路时我没看见 我打个电视 就是他已经坐在沙发上了 坐在沙发上聊了 对 看着说话好像还挺好的 他也没说啥呀 对 就是没说啥 有的也夸夸其谈嘛 我还觉得不太好似的 反正就像是挺有点文化术似的 另一说就像是社会而耐 就是不喜欢 就是电视里面是看优演员的 对对对 那你也知道他就是有轻微的脑梗 然后也觉得能接受 我这天我也问好多人 我都说得过脑梗的人 以后他说好几个人都说得过脑梗的人治好了 啥事没有 我也没得过我也不知道那个事 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个治不治好 这个道理 你会有一些后遗症 啊 会有后遗症啊 比如说走路 比如说话 包括他这个话少或者说语速慢 可能都跟这个病有关系 那你会介意不 那还是没见着 不知道这个情况 要说高斌的心里啊 似乎住着一个单纯的小女生 尽管红娘把正安国的情况详细的向她介绍了 但她还是对电视里那个沉默寡言的男士 颇有好感 想见面的心情也很迫切 但是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那个叔叔也出不来 我们也不能进去 我们也见不了面 嗯 就这样通过视频 简单的认识一下 嗯 可以 见个面聊一聊 太阳了 太阳了 你好 你好 什么 啊 是那大爷是吗 你好 麻烦您了 把那个电话借给正叔叔用一下好不好 你好 你看我俩有点一样 对 谢谢你了 给我 给我 给我们这个 阿批 这样 不客气 你好 能看清 能看清 那我把手机给阿姨啊 她这个阿姨叫高斌 高阿姨 你可以打个招呼 郑安国 你好 你好 相亲对象 郑安国 1955年出生 65岁 长春世人 离异龙家机场退休 年收入7万元 郑大哥 您想找六一半是什么样的呢 哎呀 我现在就是 没啥太高的要求 就是 跟我说话 那不是不一样 嗯 基本上我自己眼睛看着 有点演员就行 有点演员就行 没啥 我最近年睡了 有点啥要做 嗯 她不问我 你问一问阿姨啥情况 啊 不说 慢一点 她说我慢一点要反应 挺好 挺好 你朋友在身边 看着我们了是吗 是 挺好 你凌晨几点了 一年 一年 你家住在路园是吗 我家在路园去住 青年路 嗯 嗯 知道 青年路 那你不问问阿姨 在电视上 看你哪块表现好了 就很想认识你啊 你主动问问阿姨啊 我也没整明白 阿姨想着你哪了 是啊 你不想知道 不好意思啊 你给阿姨好好全面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傻性格 行 是不是像阿姨在电视里了解的那样 我觉得我俩还 实际我挺 嗯 只要开朗大房 我没能做事 没能做书的 我没能做事 做饭洗衣服能做吗 那没问题 哦 也能做饭能洗衣服 还挺能干的 嗯 有什么爱好吗 个人爱好 爱好 嗯 哎呀 我爱好不上爱好 就是 原来就爱洗 我最喜欢摩托车 哦 喜欢摩托车 最大的爱好就是玩摩托车 整个世俗大夫 哎呀 阿姨当时看节目的时候 说的你在电视上话不太多 然后觉得挺沉稳的 是不是那样的呀 哎呀 还行现在 现在说 现在不太前了 现在现在是不是 嗯 是有点沉稳的 原来啥样啊 哎呀原来是 比较开朗 哦原来比较开朗 比较张扬 喜欢摩托车的男人 嗯 挺狂野的 是你这事 我不讲 那你这么 这个岁数为啥上进冷院呢 哎呀 人家都这么说 说我来早了 说应该七十多岁吧 说这里的我 我是最小子了 我们这都是八十多九十多 都这么大岁数 是你和这么大岁数在一起 好像就慢慢也变老了似的 是不 沉沉是对 嗯 行 实际我这性格吧 嗯 我看挺乐观的 是 我姑娘睡觉 那你姑娘经常去看你吗 我说你姑娘 一个礼拜来一次 那你姑娘 一个礼拜去看你一次 那你们感情还是很深的 挺好的 挺好的 那个你跟你阿妍是 离异是用什么原因离异的呢 哎 原因反正挺多 特别人互相要总猜疑嘛 这也是 那是 你说什么总猜疑 他猜疑你啊 还是你猜疑他呀 他猜疑我啊 他猜疑我啊 那你 那他为他猜疑你啊 哎呀 这晚上时间长了 不在一起 这样就 嗯 这啥玩意 就用这个分开的 嗯 其实女同志都不爱怀疑 肯定是说的 你有什么事才怀疑你 如果没有事你怎么能怀疑你呢 是不是 嗯 他不说他爱你老怀疑他吗 那肯定是 有事 一听郑安国说起他离异的原因 是因为前妻总是猜疑他 真让高斌心里不免有些想法 你要是没事 前妻怎么会猜疑你呢 那么这个在高斌看来很有眼缘的男人 到底值不值得让他托付呢 这个受过情伤的女人 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那会不会有这个担心 他像自己前妇那样的性格 那都不担心 因为这个顺数呢 好像也能收敛的 他不可能再去找某些什么的 是不是 他都能在静乐院现在待着 就说呢 也就是挺适应这个老年的生活的 不会像年轻人说的 我再出去天天去上午厅玩去了 我去朋友喝酒了 好像就够难了 你看在静乐院这个静静地待着嘛 嗯 是不是 不觉得他那样的生活 过得挺枯燥 挺那个单调的 我挺喜欢过这种单调的生活 行吗 有演员不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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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说还行 挺好 挺好 你看看你身边那大哥 你那个大哥 人家还说挺好的 你这还行 挺好 叔叔 你跟阿姨留个电话呀 留电话吧 啊 留电话呀阿姨 行 你见面在稀老 啊 那有机会见面再稀老是吗 妈呀我瞅这意思 这我高一相证我正书了这是 是啊 我也没成想 你说他相证正书哪了呢 不你真人唠嗑我咋这么不愿意听 我正书咋的呀 不知道